各位,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关于神的管教 我们都知道没有人喜欢管教 尤其现今的时代,清醒的福音和廉价的恩典教义是如此的普遍 以至于人已经很难听到有关于真理责备的话 但是神说,他所爱的,他必管教 神的管教可以来自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责备 别人对我们的指责与劝勉,或是一些负面的情况 这都是为了让我们从错误中学习谦卑 也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坚强起来 所以我们要真正地了解神的恩典 这其中也包含着神的管教了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在《撒末尔记》下24章那里 起初一到九节 我们看到大卫他的心里产生了骄傲 他叫约亚数点以色列百姓 这也许是他想见证神有多恩待他 但事实上,他是为了给自己安慰 同时也可以向世人展现他有多强大 这就好像一个人为了安全感 一直数算自己银行里的存款一样 殊不知这些举动再再都显示了人心里的动机 但是之后我们看到十节这里说 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 祷告耶和华说 我行这事大有罪了 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 以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于是耶和华将瘟疫于以色列人 自早晨到所定的时候 从但直到彼时吧,民间死了七万人 天使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 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 吩咐灭明的天使说 够了,住手吧 那是耶和华的使者 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河场那里 大卫看见灭明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 我犯了罪,行了恶 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 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二十五节 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住了一座坛 献番祭和平安祭 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 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自住了 各位,我们从这大卫的故事里面 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罪是如何偷偷地生入我们的心 尤其是当我们满于生活 满于侍奉主的时候 这就如同发生在大卫王身上的事一样 有时我们可能在某些事情上取得了成功 例如事业上的成就 或成为父母等等 甚至若我们常认为自己是多么正义 觉得自己通情达理 能明辨是非 这些往往都会将我们变得骄傲起来 而当我们又没有意识到时 罪也就是骄傲 就会偷偷进入我们的心 使我们从信靠神转而信靠自己 还有一些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的是 就是当我们开始拥有比较美好的生活 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更追求世界了 一直最后就渐渐成为一个礼拜堂教徒了 或者在学习上帝话语时变得傲慢 所以我们看大卫王就是因为骄傲 使得整个以色列的民都变得以自我为中心 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依靠上帝了 这使上帝感到愤怒 然而主他不仅要对付我们的恶行 还要对付我们内心的罪性 大卫王他做了数点的事之后 他心里感到十分自责 就好像有时候我们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后 才开始感到后悔 内心很受责备 有时夸耀之后 心里才被提示 我好像犯错了 或者我们看不该看的 说了不该说的 买了不该买的东西 过后心里感到内疚 各位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的确它确实都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尽管我们有多懊悔和内疚 但过一会儿 我们便又会回到这些罪恶里去 隐秘地满足在这些罪恶当中了 事实上 罪减少了我们的舒服 这就是罪的控制力了 所以各位 爱我们的主 他不仅要解决罪的问题 且要解决我们内心那个罪恶的倾向 那么神要怎么解决呢 就是接着他的管教了 管教是要改变我们的心 而不是仅仅惩罚罪行 所以看来 我们上帝给了大卫很大的管教 单单三天就死了七万人 这对大卫来说是极其悲痛的事 但是这却刻印在他的心上 使他确切地悔改了 大卫需要沉重的管教 以便使他转为真正的谦卑 然而主却有丰盛的怜悯 超出了他的想象 上帝指出收割的场地 是建造耶和华圣殿 也就是献血的地方 大卫以全价购买了这地 就好像他将自己的全部献给神了 接着管教 大卫王恢复了一颗敬畏神的心 不只是大卫 之后连同以色列的百姓 也享有神的怜悯与恩典了 所以各位 我们不要因为管教而感到纳闷 我们乃是要带着谦卑的心检讨 然后很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时间 有时上帝通过我们心里的责备或试炼 教我们心里能经历神的爱 经历炼净的过程 有时上帝也不单只是为了管教 他乃是要提升我们整个灵命 把我们的眼光从属地变成属天 体质从属肉变成属灵 如果一个人经过了管教 叫他能更深地体会到神的爱 这是我们应该要赞美主的事了 所以我们不用一直在神的管教中极力挣扎 因为圣经里面所有蒙恩的人都受过管教 像是亚伯拉罕也受过管教 得炼净 大卫也是一样 他们都是有经过时间的查验和等候 得着谦卑的心 虽然上帝有时会管教 但是你要记得 一个父亲鞭打他的孩子之后 一定会赏赐他的 就像一个父亲教训了孩子之后 心里面就特别怜悯他 爱他 想向他施恩了 所以各位 确实在神的恩典当中 也包括了管教了 如果我们过去几年或现在 受到神的管教 不要失望气馁 我们只要在主面前谦卑 让主炼净 纠正与改变我们的心 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面对管教时 我们只会听到神的爱了 因为神已通过他的话 向我们展示了他无可测度的丰盛年免了 祝福 祝福 凰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